健康 科普 动漫 音乐理科 狼窗是咋回事呢? 狼窗患者体内的B细胞将人体正常的节地组织误认为通缉犯 并研发了专杀武器去攻击 至于要攻击谁?什么时候攻击? 攻击强度有多大? 这一切都要看疯狂B细胞的心情没法预测 如果疯狂B细胞攻击了关节处的节地组织 患者就有可能出现关节炎的症状 如果疯狂B细胞攻击了皮肤的节地组织 患者就有可能出现红斑的症状 这看似完全没关系的症状 却有可能是同样的病因 免疫系统出错 B细胞疯了 莫名其妙攻击节地组织导致的 症状多如牛毛 发病顺序不定 这都给狼窗的确诊带来了困难 所以怀疑狼窗的患者 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科学诊断 以免漏诊 误诊 耽误病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